重新再做主 重新再把它組合 那特別注意 Function跟Sub最大不一樣 Function會有回傳值 回傳值意思是說 他會把最後的這個名稱 因為我為什麼要在最後呢 寫到這邊 再寫回去給他自己本身 因為呢我寫給他之後有沒有 他又會怎麼樣呢 再return回去 return回去到哪裡呢 就是return 就是回傳到哪裡 回傳到你現在優標放的那個儲存格 他就會把最後的結果丟回去給儲存 儲存格就會顯示 你要的這個結果 所以 運作上面的話 Sub是沒有回傳值 Sub是直接跑完就算了 所以 Sub你必須要告訴他你將來輸出的位置 那Function不一樣 Function是直接回傳 回傳到哪裡 你優標放的那個儲存格上面 所以這兩者不太一樣 使用起來 也不太一樣 所以基本上 Sub會需要一個按鈕 去run他 那Function的話不用 直接怎樣 直接就可以點擊 直接可以用 所以這裡的話 我做完之後呢 我們用的方式非常簡單 我再做一次 第一個你如果說你在你的 這個裡面 這個裡面 就是你的VBA裡面呢 模組 應該是模組裡面 有一個 Function的話 將來在你的差環數裡面 就一定可以看得到 第一個 第二個呢 按確定之後呢 如果你的 參數有幾個 這個地方就會出現有幾個參數 你就用選了 那選完之後他就把資料 藉由參數 傳遞到我們的程式裡面 然後判斷判斷 最後會有return的一個結果 就回傳為一個結果 然後就放到哪裡呢 放到你的這個儲存格裡面去了 所以這個地方 是Function的不太 不一樣的地方 那其實 簡而言之 其實 在Excel VBA裡面 最重要的使用 不外乎就這兩種 一個是一個sub 一個是一個Function 那你可以簡單 你也可以複雜 那基本上 你們現在學的這些東西 如果你善用在工作上 應該 90% 95以上 都綽綽有餘的 那你要寫得很複雜 你要用得很複雜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並不是不可以 因為這些東西呢 跟那個VB 或者甚至其實VB單列的也類似 只是說有一點點差異不太一樣 基本上都可以達到你想要做的工作 所以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 把這個制定函數部分呢稍微再run一下 那 再把重點回顧一下 第一個 一樣請各位 在這個哪裡呢 在VBA VB Vidio Basic裡面呢 這個地方也是你的制定 模組裡面呢 插入一個什麼 程序 程序名稱的話 Function給他 特別注意 回傳的這個名稱 一定要跟這個名稱 一致啊 你不能這邊 地址 下面叫合併地址 Ryton回去就不知道Ryton給誰了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試試看 好多了 好多了